前民在族書接上一回 說眾人一陣衝殺 清兵四散地逃跑 陳近南單戰施朗 一時難分難解 馮錫犯和風濟忠 他將眾兵將殺得好像斬瓜切菜一樣 不用一頓飯時間 八十多名清兵已經死傷了五六十人 殘兵敗將就紛紛扔進大海 他們水軍來 水勝熟練連亡大船游回去 這邊天地會的兄弟死了兩個人 重傷一個人 其餘那些將斯朗沌沌圍實 斯朗降到翻飛 和陳近南手上的長劍鬥得極之激烈 雖然是身陷重圍 不過一點也不怕 鬥得興起 陳近南一聲呼笑連刺三劍 在第三劍的時候 已經和斯朗的鋼刀黏在一起了 他手腕抖動急轉了兩個圈 斯朗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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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朗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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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雙腳連環踢陳近南的小腿 陳近南長劍一鼠擋著雙腿 思浪這兩腳如果踢到來 就是把自己的雙腳送到劍峰上面 危急之中左手的地上一撐 兩腳夾硬向上虛踢 一個倒翻關斗向後跳開 等他站起來了 陳近南的劍尖又指著他的頭 思浪知道自己的武功不是他的對手 突然問 君士你說郭勝爺代我怎樣 這說話一問 帶出陳近南的意料之外 薩娜之間 鄭成功和思浪之間的恩怨糾割 在陳近南的腦海之中一訪而過 他嘆口氣說 平心而論 郭勝爺的確有對不起你的地方 但是我們受郭勝爺大恩 還要受了冤屈又有什麼法子 難道要我學岳飛含冤而死了 就算你不能夠做岳飛 不過也不能夠做巡蕙 你逃跑了 得回一條命就算了 男子漢大丈夫 怎麼能夠投降敵人去做豬狗不如的漢奸 我父母兄弟 妻子兒女犯了什麼罪 為什麼郭勝爺把他們殺到一個不成 他殺我全家 我就要殺他全家報仇 報仇是小做漢奸是大 今天我殺了你 看你有沒有面目去見郭勝爺 你殺了我 他是郭勝爺沒有面見我 不是我沒有面見他 你到了這個時候 還是振振有恥 陳近南想一見賜入他煙喉 但是不由得想到往日打仗的時候 和他窮生共死之情 斯朗在郭勝爺報下 身先士卒 肉血苦戰功勞確實是很大的 如果不是董夫人干預軍務 侮辱大將 此人今天一定會是台灣的東娘 雖然投敵半國 絕無可恕 但是他全家無辜被殺 實際也是很可憐 就說我給你一條生路 你那法勢歸行 從歸鄭王爺徽下 今天我就放生你的命 今後你將功贖罪 努力恢復大業 仍不失為一條堂堂漢子 師兄弟 我好心勸你 希望你回頭 我如果回去台灣 豈不是變成反覆無常的小人 陳近南插好把劍 走過去握著絲朗的手 他說 師兄弟 做人最重要的是大義大哲 只要你今後赤心為廣 過去一時糊塗 又誰敢來笑你呢 就算是關王爺 當年也投我曹操 突然後面有人說 這個惡賊說我爺殺了全家 我台灣怎麼都容不下他 你快殺了他 陳近南來我頭一望 原來是鄭克爽 他說 二公子 師將軍善於用兵 當年郭勝爺的軍隊裡 沒有人比他厲害 他投降過來 對我們反清復明大業有極大的好處 我們應該以國家為重 我愛他的私人恩怨 都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鄭克爽冷笑說 這個人到了台灣 掌握了兵權 我們鄭家還有命嗎 陳近南說 只要師將軍立下重勢 我以全家性命 擔保決無二心 鄭克爽冷笑說 等到他殺了我全家性命 你的身家性命賠得起嗎 台灣是我鄭家的 不是你陳軍師陳家的 陳近南就激到手腳冰冷 強硬忍著憤怒 還想要說 師朗突然發覺飛奔 他說 軍師 你對我義氣深重 兄弟永遠不亡 鄭家的奴才 兄弟做不了 陳近南叫他 師兄弟你回來 我有說話 突然背心上一桶 一把尼劍在他背後刺進去 從胸口出來 這一劍 是鄭克爽在他背後忽然暗算他 而陳近南的武功 就是殺過鄭克爽也殺不到他 即是陳近南眼見師浪 已經有投降的意思了 誰知被鄭克爽擊走他 陳近南知道此人仗才難得 希望能夠挽回 誰都想不到 站在他背後的鄭克爽 竟然會突然下毒手 當年鄭成功攻克台灣之後 派兒子鄭經駐守金門下門 鄭經好得均心 不過行為不檢點 和大媽通姦生了兒子 鄭成功知道之後憤怒異常 派人拿著令箭去廈門殺鄭經 那些將官認為是聯名 就不肯奉命 聯名寫信給鄭成功 其中有報恩有日 後決無期等等的說話 鄭成功看到部長拒絕自己的命令 更加憤怒了 沒多久就病死了 死的時候才39歲 台灣統兵將領 他擁立鄭成功的弟弟鄭澤為主 鄭經由今下回思台灣 打垮台灣守軍 接掌延平皇位 鄭成功的夫人董夫人 認為家裡發生禍變 王爺早死 都是因為奶媽生兒子而引起 所以對奶媽所生的黑莊非常痛恨 極力主張立的村 黑爽為世子 不過鄭經不聽母親的話 陳近南一向對鄭經忠心耿耿 他的女兒又嫁給黑莊做老婆 董夫人和馮錫范等人暗中密謀 知道要擁立黑爽 必定要先殺陳近南 以免他從中作梗 但幾次害他都被他避過 誰知他救了鄭黑爽的命 反而被這個壞人害回頭 好 這一劍突然而來 誰都出其不義 馮錫范正說要追思朗 見到韋小寶拿著匕首 向鄭黑爽刺過去 馮錫范直接回劍擋隔 撐一聲 把長劍斷為兩折 但是他這一劍內勁運厚 韋小寶的匕首也要脫手飛了 馮錫范跟著一腳 將韋小寶踢到關斗 再想上前打他的時候 相而衝上去攔住 風濟忠和兩名天地會兄弟上前夾攻 韋小寶爬回你身 撿起匕首大聲喊 這個惡人害死了總陀主 大家替他幫命啊 向鄭黑爽衝過去 鄭黑爽側身避開 聽劍刺上韋小寶後腦 他武功厲害了韋小寶很多 劍又頗為巧妙 眼見韋小寶難以閃避 誰知道忽然間打成一刀身為隔開他 原來是阿阿 他說不要傷我師弟 跟著兩名天地會兄弟攻向鄭黑爽 馮錫范力敵風濟忠和襄兒等四個人 還佔上風 拍一掌把一名天地會兄弟打到口噴鮮血而死 忽然聽到鄭黑爽嘩嘩大叫 馮錫范拋開對手 向鄭黑爽身邊跑過去 徽掌又打死一名天地會兄弟 他知道陳近南已經死了 這幫人以韋小寶為首 所以一定要殺死這個小鬼先 一掌向韋小寶頭頂拍下去 湘兒說相公快點走 飛身向馮錫范後心 韋小寶說你自己也要小心 拔國就走了 馮錫范想我去追這個小鬼 公子就沒有人保護了 於是用左手抱著鄭黑爽 向韋小寶就追了 他雖然抱著一個人 還是跑得比韋小寶的 韋小寶轉頭一看 嚇了一跳 就想要按含沙射演的機關 就是這樣 腳步就慢了 馮錫范來得很快 右掌已經拍到了 在這個時候 如果發出暗氣 多數就被他打到老張拼裂 唯有打邪的身急急閃開 用神行百變方法逃走 馮錫范這一下衝過頭 連亡停步 另轉身又追 韋小寶說 我師父這鬼在追著你 摸你的頭殼 說了兩句說話 鬆了一口氣 馮錫范又追近一步 後面 湘兒和風濟忠跟著他猛地追 想截著馮錫范 韋小寶東喘西奔 變幻莫測 馮錫范抱著鄭黑爽 身法到底不夠靈便 一次追不到他 湘兒和風濟忠在後面距離幾丈遠 追了一陣 韋小寶漸漸氣喘 他急起來 走去懸崖 馮錫范歡喜 想著你自己走入月爐 反而追得沒那麼急 韋小寶在一條狹窄的山路奔跑 神行百變功夫就洗不出 他剛剛上到崖頂 馮錫范已經追到來了 韋小寶大叫 大老婆 中老婆 小老婆 大家快點幫忙 你再不出來大家都要做寡婦 當韋小寶走到懸崖的時候 懸崖上面五個女子早就看見了 蘇傳拿著刀埋伏在崖邊 等馮錫范追到來 拆一刀 攔腰猛斬過去 馮錫范先聽韋小寶大呼小叫 也是他在擾亂人心 怎麼也想不到這次果然有人埋伏在處 看見這一刀招數珍奇 好洗得的手吃了驚 退後一步 大喊一聲 左腳一動 右腳突然飛出 踢上蘇傳手腕 蘇傳啊一聲 扭到甩手飛上天了 韋小寶就要爭取一點點時間 身體對準馮錫范 右手腰筋含沙射的機關上面出來的感 一逢絕世的鋼針急射而出 含爛打在馮錫范和鄭克爽身上 馮錫范呱呱呱聲慘叫 鬆手放開鄭克爽 兩個人力百勒 在山路滾下去 雙兒和風濟中 剛剛跑到窄路的一半 見到兩個人滾下來 就跳起來避開他們 正逢兩個人滾到懸崖腳 鋼針上的毒性已經發作了 兩個人叫得像湯豬一樣 慢地點來點去 總算何剔手入了華山派門下之後 聽從師父教訓 一切陰險劇毒都不用了 含沙射已經鋼針上所謂的 只是麻藥 否則 以當年五讀教教主所傳的 謂毒暗器 見血風口 馮正兩個都未滾到懸崖腳 早就氣絕了 雖然如此 鋼針進入了身體之後 仍然又麻又癢 兩個人周身就好像幾百隻蠍子 白竹一起咬自己一樣 馮石凡雖然硬朗 也忍不住慢地叫 但是 韋小寶 湘兒 封濟忠 蘇淳 方兒 穆劍平 公主 曾友 阿阿都先後趕到來 見到馮正兩個人的情形 都吃了驚 為小寶 為小寶定了定神 喘了幾口氣 衝到陳近南身邊 只見鄭克爽的那把長劍 穿空而過 還插在身上 但是還沒斷氣 不能放聲大哭 抱起了他的身 陳近南攻力深站 還有氣 他低聲說 小寶 一個人總是要死的 我 我一生為國為民 無愧於天地 你 你… 你不用難過 為小寶一美叫師父 師父 他和陳近南相處的時候 其實是很短暫 每次相會 總是擔心師父 查口自己武功的進步情形 心經常都聚聚不安 上來上去 都是想怎樣堂塞推位 掩飾自己不求上進 什麼極少有什麼感激私恩的想法 但是此時此刻 眼見他快要死了 師父平日總總對自己 好像父親那樣的恩情愛護 當同湧上心頭 真是恨不得他死了 他說 師父 我…我…我對不起你 你傳給我的武功 我…我…我…我一段都沒有學 你只要做好人 師父就很歡喜了 學不學武功 這樣…這樣…這樣不要緊的 我…我一定聽你的話 做好人 不做…不做壞人 好…你一向都是好好的 好…我送你的惡賊 留下了我 師父…我已經捉到他了 一定將他斬入獄獎 幫你報仇 … 他在那邊哭一邊說 淚水直流 陳近藍我伸了陣 連王說 不行 不行 我是鄭王爺的寶叔 郭勝爺 代我恩重如山 我們無論如何 不能殺害郭勝爺的骨肉 寧可他無情 不能我無意 小寶 我就要死了 你不要敗壞我喜歡的明星 你千巧聽我的話 小寶 你答應我 一定要放他回台灣 否則 否則 我死不命目 為小寶無可奈何 為了說 既然師父放過這些惡賊 我聽你的話就是 對了, 陳近南安心了 他慢慢地說 小寶 天地會 反清復命大業 你要好好做 我們漢人齊心合力 終非不能恢復江山 只是可惜 可惜我見 見 見不到 聲音越說越低 那就死了 為小寶抱著他 大叫師父 師父 叫他聲勢力揭 陳近南不會回應他 蘇傳等人 一直站在他身邊 見到陳近南已經死了 為小寶又這麼淒涼 人人都很難過 蘇傳說 小寶 你師父過世了 為小寶哭著說 師父死了 他死了 他從來沒有父親 他的心底 早就用師父當成父親 來彌補這個缺陷 即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現在師父逝世 他心中的傷痛 就好像洪水缺蹄 難以抑制 原來自己 終歸是個母父親的野仔 蘇傳要引起他 讓他不要這麼悲哀 就說 害死你師父的兇手 我們怎麼處置他 為小寶啪聲跳起身 破口大罵 那個死鬼蛋 我師父是你鄭家報熟 我為小寶就沒有吃過你鄭家一口飯 使你鄭家一文錢 豈有此理你 你還欠我一萬兩銀都未還 師父要我放生你 好 條命就放生你 那一萬兩銀就快點還 你還不出 我就割你一刀 就算一兩銀了 他嘴巴猛咬 拿著匕首走到鄭黑上身邊 用腳亂踢他 鄭黑上身上中毒針 少過馮石飯很多 這個時候傷口同樣沒那麼緊要 聽見陳近藍放生自己 真是歡喜到什麼 不過債主要追債 是呀 身邊沒有帶銀 就哀求說 我 我回到台灣之後 一定加十倍 不是不是 加一百倍奉還你 為小寶就把他頭殼踢了一腳 罵他說 你這個狼心狗肺 忘恩負義的臭賊 那天好像放屁一樣 你這萬刀非割得可 拿著匕首 在他面上磨了兩磨 鄭黑爽一刻到雲飛天外 忘恩阿柯希望他幫阿厚 突然想起 哎呀不行啊不行啊 這個賊仔最深愛的就是阿柯 這時候他開聲為我說話 這個賊仔只有更加只有我 這萬刀一刀也不會少 於是他說 一百萬兩銀我一定還的 衛向主衛相公如果不信 衛小寶又踢了他一腳 他說 我當然不信了 我師父信了你 你就害死了他 越講越悲憤 舉手就要刺到他的面書 各位 欲之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